怎麼樣 我現在在臺大醫院上班 那想問看看說那個地方不是遺憾 適不適合妳 對 還是說要換另外一個地點才比較好 因為她的人潮都固定就是那些人 好 那我們先問一下 適不適合再繼續留任在那邊臺大醫院 要換去哪裡 因為想說在找別的公家接關的地點 對 會不會適合 對於業務上的一個增進是不是 對 這邊的確 這邊的確沒有什麼生氣的感覺 可是我不曉得要換到哪裡 因為妳沒有方向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想說 是不是要再去找別的公家 可以換嗎 可以換 因為這邊 好 來 那我們 中心醫院 及格都沒有這樣 那像中心醫院或者是那個 或者是馬接 一定要挑醫院嗎 馬接比較佳 有些公司大樓的地下室 不是也有 中心跟馬接都比現在的位置好 位置齁 那那個馬接的話叫假 這樣子 好 中心的馬接都可以考慮 這樣子做一個變動 你剛 我不曉得你做成 但是那個太大那邊 看起來就是都 小小的 暗暗的 好 嗯 是不是要一個 就是覺得 中心的馬接 馬接是最亮的 嗯 好 好 那我們就從那個 暗暗的方向去 去找 去尋找 地點 店面 好 那 第二個問題呢 問的是 暗暗的 有對象嗎 沒有 沒對象 來 那 或者是中永和內在的 一月和 哪裡 中永和 中永和 那個 也是公家機關還是一月和 中和跟永和 嗯 中永和 嗯 醫院公家機關 嗯 公家機關吧 我看不大清楚 我只看得到 中永和 那個地段不錯 好 好 來 是不是我男人想請睡 因為他想請睡 因緣的部分 嗯 因為他現在年齡36歲 還未有對象 請問他 請睡 他因緣可以比較顯現 3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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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元分才會來 嗯 不要顯現 可能會有那個因緣 可是說 師父有什麼可以幫助他 來 你跟師父求一下 可以 求一下可以讓你的 因緣可以找一點顯現 好的 對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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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一直沒有 沒有啊 他說好紅 他說可以 給他一張那個人緣服 然後 人緣服 嗯 然後他拿一顆紅棗 我不知道為什麼 紅棗 就塞 塞他嘴巴的感覺 嘴巴甜一點 不知道耶 就是給給他 我不知道 那你說 是不是就塞 原本都 很明顯 讓他看 沒有 多看彩品水 他就說給他那個 多一些人緣這樣 人緣主 讓他看 可以去看 好 來 好了 嗯 來 那我們等一下師父就拍 你本緣服 等一下的話 就是希望你在八三分八歲 之前 大概三分八歲 那個緣分表達 如果從中間有碰到 你也可以好好把握 嗯 好 那師父 那我們可以幫我看一下 他的那個 原成功 柴米水 課題也稍微看一下 才六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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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米呢 大米缸 中水缸 大米缸的部分有五分 五分 嗯 但是有髒污 中水缸 嗯 中水缸六分 六分 嗯 那他的竹呢 剛有肉 竹 中蠟竹啊 左邊六 左邊七分 右邊三分 中火 中火 嗯 左上角有一個黑色的影子 這樣做比較暗淡一些 這樣做就還好 然後後面的神案不是很清楚 有神尊喔 他好像是畫像的感覺 不清楚 來 好 來接起來 我們先讓我教一下 有信仰嗎 有信仰嗎 來師父 那我們先幫他做一下加持調整喔 好 有信仰嗎 按按按按按按 του電動 那圍牆都沒有破證 可以幫我看一下它的竹調整或控制 現在現況已經怎麼樣了 好 師傅也錄下加持 它的那個圍牆的部分破損的部分有加持 外面都暗暗的 那個頸的部分的張摩的部分 師傅也直接加持 睡眠的部分有影響 那外面的燈籠不亮 師傅也加持進去客廳裡面的竹 大蠟燭左邊的話是六分 右邊的話是五分 左邊大火 右邊中火 左邊大火 右邊中火 左邊是 左邊幾分 六分啊 左邊六分 右邊五分 好 來 師傅幫我看一下它的彩影水調整或 左邊大火 對 師傅 對不起 後面有一尊地藏王菩薩 找了一次 一直找不到修行的環境 後面有一尊地藏王菩薩 那你有在修嗎 自己 就是 暗暗 會有願景 嗯 我現在齁 那個師兄念完之後 暗暗的東西退去了 看一尊地藏王菩薩 可是地藏王菩薩的寫薩之前呢 它的相影是很奇怪 在佛道之中 佛要道之中 其實心裡有個界限 那有一個分別心 會想要去 想說我佛就一定要佛 會有一些迷惘跟知識混淆的狀況開始 我後面有看一尊地藏王菩薩 你可以唸地藏王菩薩的名號開始 好 來 那師傅 我們來看它的彩 好 師傅在門外面直接幫它加持 加持之後呢 它原來的地板其實是有些清濕的 那就平了 平了之後進去 那彩幾分 才七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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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它的米呢 後門圍關 圍開啦 師傅還關起來 然後裡面有冷空氣 幫它加持這樣子 那那個 好 大米缸 大水缸 米缸的部分 就重新加了之後 差不多五分 換行米 水缸四分 可是它的缸是全新的 比較具體比較顯現 然後那個下面都是透明的這樣子 然後幫它封起來這樣子 然後就是工作要熱情啊 熱情 然後就裡面有那種 冷空氣 它冷凍庫 就是可能做得很 你在做 在賣鞋子 在賣鞋子 很冷這樣 覺得很 就給人感覺到 就是好像有 以前的 工作沒什麼熱情 可是它不是回憶 它就是 冷 可能覺得 就這樣啊 我冷了 冷了 就灰心這樣子 對啊 有那麼一點點感覺 嗯 就是師傅最好熱情這樣子 啊不然客人看到你 哇 冷冰冰 它會感染到我們的一個感覺 這樣子 是不是沒有辦法 每個人 生活的世界 嗯 就是要呼吸 就是要吃飯 但是每個人業緣不要 所以扮演不同的角色 是不是只有人在區分 那其實神佛 他說每一個 投身的靈魂 他只要 能夠達到他們要學習的一個部分 嗯 那神佛他們主要 這個目的 其實所謂的目的 也只是因為這個靈魂 是跟著他的業緣 去走 你有這個緣分 所以你今天到了 台大那邊 可能你跟某些人 是有緣分的 有些東西要學習 這樣子 就是不用太 製作於那個情境之中 好 師傅那我們先幫我們加持福利 師傅那我就給你 念完佛號的話 你可以這個 到這邊念回向文 後面你有什麼願望 也可以一起說 沒有關係 好 這邊給誰呢 你就寫你的信誓就好了 好 師傅做人 然後常常去我們走一走 走一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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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認識一下心目的 這樣子 嗯 就是 嗯 留點小姑屁這樣子 嗯 就是圍牆 像剛剛有加持嘛 那來我們這邊走 哈哈哈哈 我才要連你啊 他親啊 出國 我才要旅行社啊 就不要太姑屁 就是你 有一點小小自閉 小小自閉 嗯 他就這樣子 這樣子 一個月份怎麼會進呢 嗯 嗯 好 那 那 那 等下要走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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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谢谢大家